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不管你什么前端 那你肯定要根据UI设计的图去做开发 对不对 你不能自己随便去写 再者呢 咱们开发之后 咱们后端和前端需要一个对接 对不对 如果是MTV的 那咱们就不需要找别人对接了 都是咱们的结构 对不对 如果是AndroidOS或H5的 那我们怎么和咱们对接啊 对 我们中间定义的那个东西叫做接口 接口咱们很多人说 你会接口开发吗 对不对 会吗 会 知道吧 接口实际上是啊 就是我们写的那些路由 知道吧 路由写的那些试图案数 那我们关注的是什么 我们输入什么 输出什么 我们写的这些东西就什么 就是接口 知道吧 就说哎 你给我一个用户名义码 OK 我可以给你什么呀 用户的一个登录的一个图卡 对不对 然后用户的基本信息 不一定是见面啊 再之后呢 那以后你拿着图卡来找我 你你请求用户信息页面 我就可以给你用户信息 你拿着图卡来找我 你请求订单页面 我就可以给你用户的所有订单 是不是 那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些东西 知道吧 是不是 这也就是中间的接口 再之后就是测试了 测试的到时候咱们也会教大家基本的压力测试 对吧 比如说我连着怼这个服务器一万次 是不是 看看它的成功率失败率有多少 然后每次请求的一个时间 对不对 比如一个请求时间在什么 在一秒之内是不是都是能接受的 对不对 如果抄了一秒 我们可能要干什么 去看看哪个页面 或者哪块它需要的时间比较多 我们能不能优化 是不是 是不是 比如说网络延迟比较大 怎么办 啊 那这会儿呢 你可能需要做的是什么 那我能不能多部署点服务器 你发现你请求的进的时候 那这会儿 其实不是咱们服务器直接干的活 属于半运维的活 但我们也应该知道一些 比如说我多部署几台服务器干什么呢 哎 我发现你在请求的时候 你哪台服务器离你近 我就让哪台服务器去想要你 对不对 这会儿是不是可以有效降低什么 是不是网络延迟啊 对不对 那如果说是数据库产品慢 OK 那咱是不是要尝试去干什么 去优化数据库啊 对不对 看它为啥慢呀 是条件复杂呀 还是说数据库连接 出了问题啊 数据库遇到平静了 对不对 是不是 是不是需要加个缓存呀 需要对我们数据库里面的一些数据 进行垃圾数据的清理啊 或者说对我们的数据已经拆分呀 是不是 那可能就是其他的操作了 那接下来呢 咱们还是看这个东西 刚才看这个东西 哎不是这个 刚才咱们看这个页面都总结出啥了呀 首先它有几大模块 然后有有些表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咱们这块 你说 暗线峰这个项目里面 它都有啥 第一块 主页面的一个显示啊 主页面显示相对来说的比较简单 对不对 这呢相对来说是最简单的 它只是干什么 数据查询显示 对不对 因为咱们这里面没有多其他过于复杂的 第二块 那还有什么呀 是不是商品数据展示啊 商品数据展示这是啥呀 是不是 集联查询还有排序啊 是不是 所有的这个页面呢 其实核的数据基本都有这些 你在淘宝上有没有 在京东上有没有 对不对 根据什么销量排序价格排序各种排序 再之后呢 根据品牌搜索 是不是 根据自营或者非自营搜索 呃 或者说根据什么呀 根据什么京东物流或第三方物流 对不对 是不是都可以筛选啊 是不是 对不对啊 那这就是一个集联查询排序 再之后还有啥呀 啊 是不是还有一个用户系统啊 用户系统呢 这些东西呢 是我们的核心系统 不管在什么系统中 用户都是核心 假如说QQ号都没了 你所有的QQ业务是不是全没了 对不对 可能你的一个帝国突然就没了 坍塌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用户系统呢 一定是我们的一个核心 不管做什么系统 因为产品领理他们通常喜欢讲什么呢 讲产品闭环 就给你吹这个产品闭环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要把用户从头到尾圈在我们的这个什么 产品线里面 对不对 因为只要有用户了 我们就能耗他们的羊毛了 对不对 怎么耗他们怎么忍着 是不是 对不对 就比如说微信当著做的 微信公众号都开始开发什么 免费各种免费 对不对 当你有了用户群体之后 OK我要收费 对不对 用户呢 首先你这个微信给你这个公众号认证 认证一个账号呢 不贵是吧 300块200块 对吧 然后呢 你里面添加某些功能 OK再接着认证 让你交保证金这个钱 哪个钱 不交怎么办 直接给你关公众号 那你看 那么多的公众号 一下子他就收入好大一笔 是不是 比如说你这个用户系统 你有1万个用户 一人收1块钱 你就1万块钱 一人收10块钱呢 你就10万块钱 是吧 当然我们这个体量做大了之后 他可能不止1万用户 对不对 假如你有50万用户 你怎么着不能赚他点钱呀 一人赚赚1块钱 是不是就50万呀 对不对 就是说只要有了用户 别的都好说 知道吧 这也是腾讯 为什么他做产品 能干什么 能比较快速活起来的一个原因 因为他的注册很简单 什么Q号快捷登录 咔就出来了 对不对 那比如说 为什么他抄别人 能抄的 就一抄完了干什么呀 就直接就能实现了 还能给人超越呢 对不对 其实并不是说 他比别人做的好 对不对 很多东西他没有人员上做的好 但是他这用户群体来的快 对不对 那这个用户系统呢 到时候咱们再去设计 那之后呢 还有什么 是不是购物车系统 购物车系统相对来说呢 他略微复杂一点 对不对 只要购物车搞定了 别的呢 其实难点就不是非常大了 别的功能 前面这几个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简单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 没有和其他的比较产生的 什么 关联 对不对 那购物车系统实际上 他是什么呀 是不是商品和用户的 是不是和用户的关系呀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其实呢可以认为是关系的一个扩充 再之后呢 购物车系统可能还要提连一套系统 什么系统 订单系统 对不对 那你购物车数据是不是要转换成订单呀 那之后呢 那还有别的吗 订单系统可能之后还要提连 什么 支付系统 对不对 支付呢 其实很简单 不要感觉这是什么支付宝支付很难 微信支付很难 什么银链支付很难 你想支付宝 他能把核心的东西给你吗 不能 对不对 所以说支付宝 你如果想开发这个支付怎么办呀 他都只是一些接口调用 是吧 他都是接口调用 他并不能说我直接自己去对接支付宝 支付宝不会允许这样的 你想一下 不管你有什么APP 对不对 或用什么网站 你在支付的时候 你发现他调出来都是原生的支付宝 和你的页面还有关系吗 没关系了 你只需要把你要付多少钱 你的订单面号 还有你为什么标题付款 还有一些额外的小信息 传给支付宝 支付宝干什么 就帮帮你去谈出界面 全是支付宝做 知道吧 那中间的你们两个到时需要使用一些加密认证策略 知道吧 那这会支付宝是不是就知道了 那知道之后干什么呀 啊 就是用户 就是用户和支付宝直接交互了 和你没关系了 对不对 你想你用美团 你选支付宝付款 他调出来是不是支付宝页面啊 然后选项那些 你你用什么什么花呗啊 用信用卡 用鱼饵 用鱼饵宝啊 对不对 付款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支付宝原生的 和你有关系吗 没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知道吧 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都是一套接口要用 不要把这玩意想的那么复杂 是不是 再之后 这个是不是咱们做的最基本系统啊 是不是 咱们的目前的一个目标呢 暂定就是把这些做完 之后呢 如果咱们能做完了 还可以扩展一点 扩展什么呢 第一块地址管理系统 对不对 我可以 哎 生成订单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有很多地址 不限于一个吧 咱目前是不是只有一个 对不对 除了地址管理系统 还有别的吗 啊 积分系统 对不对 我每花一块钱 就给我一个积分 对不对 当我花够一万块钱的时候 我可能升级了 是不是 有一个什么 唯一 之后呢 我再花一块钱 就得1.1 对不对 是不是 是不是积分系统 那积分系统 可能还要激连什么 啊 是不是 会员级别系统 对不对 是不是 再之后呢 还有别的吗 你可能还要再做的 评价型 对不对 只要这东西你想做啊 就都能做 是不是 还有别的吗 优惠圈系统 但这东西都是你自己扩身去做的 比如说啊 如果在企业开发中一个需求做的特别的那什么呢 特别的这个要求特别多 可能做的是比较时间比较长的 比如说我们原来做优惠圈系统 做这个系统 我们当时就花了半个月 并且不是一个人四五个人 因为他当时的需求太复杂了 什么普通用户圈 是吧 满碱圈 是不是 然后还有品类圈 再之后呢 你这个除了品类圈还有什么呢 百分比圈 对吧 之后呢 各种圈 然后还有限定区域 是吧 就是说这个圈只能在哪个区域用 然后还得限定商品 对吧 各种都有了 再之后 在默认下单的时候 选圈还要干什么呢 给他提供默认显示优惠最大的那张圈 是吧 就如果说这个规则系的话 他越细 你这个开发的过程可能会干什么 越慢 因为你要考虑的问题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是吧 你的各种判断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知道吧 那最后呢 就导致这些东西干什么 变得比较大 是不是 那再之后 你这系统有了之后 你还可以做什么呀 啊 那咱们常规开完了 你可能还要做一些什么 说数据安全呀 对不对 保证我们的数据一个安全 是不是 那再之后 你还可能做一些过滤器 是不是 还可能做一些什么 反爬 是不是 最后咱们还要做一些什么 部署 部署呢 不算扩展 但是部署我们是一定会讲的 如果最后咱们还要有一个 是吧 部署啊 对不对 动静分离部署 是吧 但是呢 我会教你什么 对接各种服务器 是吧 因为我们以后服务器呢 绝对不是单台服务器做的 而是多台服务器 是吧 我可能 咱们以后部署 一定不会用软 server 对吧 那可能会用其他的服务器 比如说NGX啊 UWSGI啊 这UNICOM啊 对吧 各种服务器去对接 是吧 那这块呢 是不是咱们这 目前的这一个需求啊 对不对 有信心搞完吗 怎么能没有呢 普通版都能搞完 你搞不完 你不丢人的吗 对不对 那来到咱们这块 那咱们刚才这个 爱先锋这个项目里面 这些功能 是不是已经分析差不多了 对不对 那之后咱们就干什么呢 来去搭建一个项目 然后呢 咱们先把这爱先锋这项目 给它揉一揉 对吧 先给它用起来 以后呢 还会有啊 这块扩展这块再说啊 但是这个功能一定会讲 对吧 权限 或者说呢 叫做用户角色 这个在咱们第一个项目不讲 第二个项目也一定会跟你讲 是吧 这东西是通用的 比如说咱们每个人的这个权限 应该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比如说你是一个商家用户 对吧 你是一个什么 这个买家用户 你是一个后台超级管理员用户 对不对 你可能是有一张秒做的 也有可能是多张秒做的 对不对 再之后呢 那假如说都作为用户来说 就拿一个论坛来说啊 那论坛来说 你就可能干什么 第一块 你是不是有发帖人啊 对不对 第二块 你是不是有游客啊 第三块 你还有什么 我这个论坛的这个什么 谈主 对不对 小把主啊 最后呢 我可能还有超级管理员 是不是 那每个人的权限 是不是都是不一样的 能做的事情 是不是都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这个东西呢 就先到这 这块是我们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需求分析 对不对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什么呀 是不是要搭建一个基础工程 然后再去着手开发呀 对不对 因为咱们是前后端都要做的 OK 那接下来咱们的一个过程是什么呢 嗯 开始开发 因为前后端咱们都要做 所以咱们第一块做什么呢 先做前端的一个 先做一个基本工程搭建 再之后干什么呢 前端静态搭建 再之后呢 咱们本身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这个数据库设计啊 对不对 但我这个表呢 基本已经 静态资源的表呢 基本已经够了 所以说呢 咱们这个表设计就没了 咱们是猫的图什么 图DB 而不是DB图什么 图猫的了 知道吧 那再之后咱们就可以干什么了 是不是就做业务逻辑开发 然后前后端一起干什么 前后端一起来 那这里面可能用的这些点啊 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咱们用的可能比较多的 对吧 这个用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 就是前后端交互的时候 OK那接下来我们就从第一步开始吧 对不对 干什么 是不是一个基础工程搭建啊 基础工程搭建来到我们这边 我们创一个新的项目吧 咱们就直接造一个 对吧 建构项目 然后呢 第几天 第七天 对不对 然后呢 咱们给它来一个 对不对 这批是吧 爱先放 同样做一个东西啊 咱们做完应该和普通班呢 才长得也 不一样 知道吧 功能的多少 以及功能的层次呢 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不能咱们做完了和普通班是长得一样一样的 把这个项目给它先倒出来 然后等咱们这个做完了 争取咱们到时候干什么呢 把那后台管理加上 对不对 比如说咱们想加几个商品 去几个商品 对不对 然后修改一下商品 进点货什么的 是不是 咱们都可以再加一些 来到咱们这边这个基本项目是不是在这了 待着后呢 咱们要做什么呀 是不是要做一些常规配置啊 比如说Alau的host 行 对不对 APP注册有了 对不对 然后模板这儿也有了 但是它这个格式好像有点乱 是不是 然后再之后呢 出去裤子 出去裤子不要改 Masker 对吧 那这块呢 这批是吧 再之后呢 那咱们的内幕有了 接下来的 是不是有点 密码 之后呢 主机 再之后呢 端口 是不是 然后往后走 语言着呢 再一次 Hans 再之后呢 失去关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做什么 是不是静态资源的一个注册呀 那这个叫什么 静态资源这个 哎 居然没上城市了 那咱们给它造一个呗 没有 你就给它造一个 来这边呢 是 static files drs 那就 os.pars.join sdr 然后呢 static 对不对 之后呢 咱们把这里面的这些 这个数据库驱动还没有 对吧 把数据库驱动干什么 我现在我想一下 假如说我不把数据库驱动写在这里 写在别的位置 你说行吗 啊 比如说我现在想换一个位置来写 你说行不行 然后换到哪去呢 我就给它写在manager里面 你说行不行 我写在这 你说我写在这行不行 啊 行不行 行还是不行 啊 你说我就给他现在写在这 都没写在刚刚门 我就直接写在这 写在刚刚门里面也行 我写在这行不行 啊 确信一下 行还是不行 行 为什么呀 因为只要在我们使用之前 把它出事化了 是不是就完了 对不对 咱们只要在咱们用之前 把它这个驱动给他伪装好了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我不管你是在哪写的 千万不要把一个知识学死 咱们说在这个enit里面是他调用的优先级比较高 对不对 一进我们这个项目 则是不是就开始调用了 但是我们manager才是最先调用的 因为我们是通过pass manager 然后去执行指令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要打pass manager的时候 这个pass manager 是不是就加载进来了 那他应该就能用了 是不是 对不对 那接下来咱们来干什么 是吧 库创出来 创完库咱们去签移看 咱们能成功 对不对 my circle -u root -u root -p 是吧 这后我们来创建一个什么 是不是 数据库 这批 爱先放 对 charside 等于什么 utf 对吧 那之后呢 我们这边就可以干什么 是不是退出去了 之后咱们来pass manager干什么 是不是 migrate 看能不能行 是不是也成功了 对不对 这东西啊 不是说一定得写在咱们的init里面 只是这个init 它的调用时机比较靠前 如果在我们的init在之前 对不对 是不是也是ok的 对不对 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明确啊 一定要明确 那我现在有个大胆枪了 你说我把这玩意啊 我给它放到sitings里面行不行 我放到sitings最上面 啊 那你来到这边是不是 也可以去试试 是不是 干什么 咱把库里面这个库连上 把库里面的东西都删掉 对不对 你来到这边是吧 这批是吧 爱先锋 对不对 这呢 root 然后来到我们这边的吧 测试连接 之后呢 保存 对吧 然后你来到这边做什么呀 是把这个库这些东西给它干什么 是不是删掉了 这里面东西比较多 一起删一下 试试 这 对吧 删不掉 为啥呀 他们之间应该有一些集联关系 是不是 他们有一个删的顺序问题 那就比较麻烦了 那拿着 对把库干了 是吧 删库 费事 是不是 那这会儿是不是又创出来了 创了之后你来到这边又干什么 拍一次买在这 是吧 买个瑞他 是不是就成功了 对不对 是只能写在引进的里面吗 不是 只要在我们用之前 干什么 是不是出手画完就OK了 是不是 对不对 这一点一定要切记啊 你别到时候 哎 你怎么没有写init呢 是不是 你写错了 千万不要这样搞啊 知道吧 咱们这东西只是很常见的放在什么 是不是init中 我放在别的位置有问题吗 没问题 知道吧 千万不要把一个指点学死 那现在我们这驱动是不是也有了 静态是不是也有了 再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呀 是不是要做一个最基本测试 你得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路由啊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来这里面干什么 是不是创一个ur 这儿呢 这个里面就写一个ur pithens 这儿呢 ur 那之后呢 这块写一个什么 先写个index吧 以后咱们肯定要改它 对不对 views.index name等于 index 是不是 之后呢把我们的urfs干什么 导入进来 然后views呢 导入一下 再之后index呢 创建一下 对不对 那returnhdp response 之后在这 index一下 对吧 然后导个包 之后在这把这个删掉 然后来到我们这边干什么 是不是把它包含进来啊 ur 那这块写什么 暗先锋 咱们不叫app了 是不是 那这块呢 是不是也需要导个包 那这块就是app.urfs 然后 name space 导入 爱先锋 是不是 这样咱们的资源 是不是就基本都有了 那之后咋整啊 咱把这项目是不是可以简单的跑一下 看能不能运行啊 然后再去做其他的 否则你可能这东西太多了 你当时干什么 呀 这咋了 that part is already used 因为咱们千年起了一个什么 是不是爱先锋项目了 那个八 这个八千已经是不是被占用了 被占的嘛 换一个呗 对不对 那再之后呢 来到我们这边干什么 是反问一下呗 127.0.0.1 然后呢 是9000 对不对 9000 然后谁啊 是不是爱先锋 引带个字 是不是 是不是有了 那这样我们这个 一个最基本的过程 是不是有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啊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把这些呢 关掉 我们要继续来完善它 对不对 比如说完善啥呢 此菜那个里面 你说此菜这里面都有啥呀 啊 是不是 CSS 然后GS 还有吗 是不是那个 image还有什么 fonds呀 还有没有 是不是把咱们的文件上传呀 这把upload字呀 但接下来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啊 啊 有啊 咱们是不是还有一些静态的一个 这个 media root的一个配置 因为你有文件上转 有头像啥的 是不是 那这啥 media root 等于什么 os.r pass.r join base.r 然后呢 是他那个里面的 upload 是不是 那这会儿咱们这东西是不是也有了 那接下来你说你要做啥呀 啊 你说接下来要做啥呀 在我们写页面之前一定要做第一件事情干什么呢 他们一定是有一个通用的什么 base的 知道吧 一定是有base类的 那这个title你知道是啥吗 不知道 怎么办 你就叫title就行了 对不对 那上面这个里面一定会有一些通用的css 对不对 那css咱们目前还不知道 咱们先不放 对不对 但是呢 咱们子类里面会有css吧 会 所以你要干什么 是不是规划呀 是不是 extensioncss 对不对 再之后呢 你说他们会有这个gs不 会 会怎么办 咱们说gs一般是不是放在最后面呢 对不对 因为他的一个加载 他是加载是为了干什么 是为了让页面变的动态吧 对不对 比如说先加载呢 可以有什么用吗 没什么用 然而他会干什么呀 会降低我们这页面的加载速度 对不对 因为他要 你写的前面都会把这个gs加载完才会加载后面 对不对 是不是 那gs一般来说一个也 小之来说他也几十k呢 是不是 再之后呢 你说咱们这个规划完了 然后这里面你说的还有别的玩意吗 啊 有啊 对不对 最基本的他应该有啥呀 什么hider啊 对不对 然后还有吗 啊 content的呀 或者说什么footer 对不对 是不是 是不是 footer 或者说你这块叫做什么 叫body 是不是也行啊 那你是不是基本上这散大块啊 对不对 那这个是最原始的鸡类 除了这原始鸡类 还会有别的东西吗 有 以后你要知道 在做我们每集模块的时候 都要有自己的base 比如说我们作为主页面这四个 对不对 那你要有什么 basement 对不对 以后你要针对于user去写 你要有什么 base user 针对于订单去写 你就应该有什么 base order 对吧 一定要记得创base类 你知道base类有什么用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有啥用 对不对 但我一定要创一个 比如说 我现在要做一个策略 什么呢 针对于用户模块 所有用户密码相关的 都要做一个什么呢 数据安全 把密码给我做一个 安全 安全策略 做一个转换 那这会儿 你说只要涉及到密码 是不是都需要 那你说你去一个个去写麻烦吗 麻烦 那咱们可以统一处理 在哪啊 base base user里面 这些一处理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是不是一下就搞定了 是不是 那这块呢 也是这样的 那这块我们basement里面 你首先要做的什么 是不是 继承啊 继承的谁啊 是不是 base啊 对不对 以后再写啥 不知道 对不对 是不是啊 那你这块可能需要干什么 填坑去 填谁啊 是不是 CSS啊 对不对 以后你再接着我那一道CSS 对不对 这样我们一个页面的基础结构 是不是有了 是不是 OK啊 吃饭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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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